做红烧排骨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焯水 那样做出来的排骨又柴又硬 而且久顿不烂 今天这个做法您可看好了 做出来的排骨软烂入味 而且越吃越想吃 剁好的排骨加面粉 均匀抓拌两分钟 然后用清水反复清洗两遍 用这个方法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洗出来 我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 能不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锅加少许油 排骨控干水分后直接下入锅中 煸炒到两面金黄 然后放入葱姜八角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包这样的桂花红烧酱 既能上色还能调味 浓浓桂花满屋飘香 好吃又下饭 它还可以用来做红烧肉 红烧猪蹄 味道都特别好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倒半瓶啤酒和一碗热水 扣上盖子小火烧半个小时 然后放入鹌鹑蛋 用大火收干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 软烂入味 越吃越过瘾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快做起来吧 那么像您的这种肥霉 非常好 现在它端行 这种肥霉 肥霉 这种肥霉 豆腺